国家公园局成功地在实验室里繁衍 濒临绝种的新加坡独有沼泽森林蟹 成为全球首例 为维持本地的生物多样性和抗衡全球暖化 尽一份力 沼泽森林蟹旨在异顺沼泽森林出没 由于它们只是在夜间行动 而且经常会钻进沼泽泥 增加了捕捉它们的难度 成功捕获之后 研究团队就在实验室里仔细研究它们的习性 营造最理想的繁衍环境 国家公园局为濒临绝种的沼泽森林蟹 进行了异地保育 成功培育了这个品种的第二代后代 成为全球首例 国家公园局花了两年时间 繁衍两代的沼泽森林蟹 除了将部分的幼蟹放回到异顺沼泽森林 还将另外一些放生到了其他地点 研究人员将在接下来半年进行 夜间考察和监测沼泽森林蟹的体型 以观察它们是否在新的环境里健康成长 目前国家公园局的品种复原计划中 共有超过120个动植物的品种 当局希望到了2030年 这个数目可以增加到160个